傅里乡78岁的张姓阿嬷 4月份到山区的公僚喂食家犬后不见踪影 家属焦急的巡人 发现阿嬷骑程的机车以及头巾与拐杖 警方与村民组成搜救队 5月初在女鬼瀑布旁边找到人 张姓阿嬷失踪三天只有小腿擦伤 身体没有大碍 阿嬷获救之后说 三天自己走到中沟山区喂食小狗 期间一直听到有少女的声音 基于好奇就往声音发出的地方走去 接着就没有记忆了 等到有记忆的时候已经获救 4月30接获民众报案称 有老夫人上山喂返家 警方立即通知副理消防队 丰难巡守队及村民约30人上山寻找 因天色昏暗没有结果 隔天一大早便又上山寻找 于早晨6点左右 与女鬼瀑布寻货老妇人 老妇人身体无恙 家属非常感谢警方的协助 玉立警分局永丰派出所说 受理报案之后立即通知 副理消防分队 丰难巡守队等等 大约有30人组成的搜救队 每个人携带头灯 手电筒 晚间摸黑 徒步前往中沟山区展开地毯室的搜寻 当地居民说可能被山津鬼妹带走 建议放鞭炮驱魔 果然隔天清晨6点搜救队 依着当地居民建议 在中沟山底下放鞭炮 不久竟然在女鬼瀑布旁边的平台 找到张姓阿嬷 对啊 她跑不远啦 嗯 要拆拆了人家不去啦 拆拆了 对啊 她有鞠共队嘛 才有鞠共队 没有,她的那个管线 先把他管线找去 你的那个行李箱有鬼基础吗 那哈 里面有地图 不是,走到那一地 看不到你那个鞠共队 没有这样 里面有吧 好啦,我们现在行进 但是我可以去看那个都可以记录 哦,这样对对对 可是我那个线没有 没有拿 拿起来 拿起来 你拿起来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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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利警分局长表示 在派出所同仁、消防弟兄以及邪情明里 合力搜救之下 让长者幸运平安归来 在这里也呼吁年长者不要一个人独自上山 民众如果在山区迷途或者是受困的时候 应该留在原地 或是明显处等待救援 并且保存体力 不要自行离开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高松松副理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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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